喂 现在在立法院有个东西 我看不懂了 现在国民党党谈说 我要开一个临时会 开临时会干嘛 因为现在不是台唐有个 瘦肉筋的风波吗 那当时给了卢秀燕很大的压力吗 那我们要把他讨回来 我们要行政院长来做报告 就没有想到说我要开临时会啊 我要来报告这件事情啊 结果被韩国瑜打了一耳光回去 这个立法院有一个传说叫做 侨王有听过吗 什么事情就需要调和顶奈 以前第一代侨王是谁 当了立法院长成长17年的王清平 王清平离开以后 唯有始居于我 柯借平是侨王2.0 宝杰哥我今天突然发现 侨王3.0出现了 侨王3.0 韩国瑜 为什么 因为韩国瑜今天所有媒体 大家翻开电子报园看 韩国瑜打脸傅昆琦啊 打脸傅昆琦 傅昆琦不是他好兄弟吧 两个人不是每天都是在一起 厉害哇地吗 怎么会傅昆琦带领国民党的 52加2还有两个五党级 我们要立法院开临时会 观众朋友这个先不要分蓝绿板 我先跟大家报告 因为这个韩国瑜找的 立法院的秘书长叫臭万来 他是义士活字典 他都没办法解读 2月到5月一个会期 9月到12月底一个会期 观众朋友 只有在会期期间 就开会以及非开会修会期间 修会才能开临时会 那今天是几号 2月16 提出来那天是2月14 那就是在会期当中啊 现在就是在会期中啊 你要还是提前开会 那怎么提前开会 那就要朝野协商 可是你朝野协商过没有 有哦 过年前朝野协商讲是哪一天 2月20 所以已经定案的东西 国民党现在希望提早 这个其实基本上带来理解 就是说 因为收入金的关系 我们这个 跟我们食安有关 我们要快点请行政院长 陈建来报告 可是 谁都没有想到 居然 国民党的五十几个立委 在傅昆琦的带领之下 洪木凯冲出去说 我们要先开临时会 连柯文哲都跟进说 对啊 这样子应该要来开临时会 对不对 第一个 临时会上课时都讲错了 但是问题是韩国瑜 他也不好意思打点自己人啊 怎么办 周外来有躲起来 都没讲话 昨天说今天要朝野市场 明天礼拜六 观众朋友 今天礼拜五 我们看关键时刻 礼拜六因为 他的整个上班日 那个调度的关系 明天是上班上课日 所以以为说 那我们可以来开会啊 可是观众朋友 我从没有听过 立法院没有开议就开会的 而且立法院的开议 就是二五一次会 五二一次会 一定要礼拜二礼拜五 明天礼拜六 你是怎么开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你知道我说讲 我什么叫乔王3.0 他叫做软中待印 他明明知道不可以 可是他也不要说不要 他就整个就整个就 就神盾了 两天找不到人 昨天晚上大家讲说 那这样韩国瑜今天 观众朋友 你昨天看报纸是不是讲 今天朝野市场明天要开会 对不对 今天有朝野市场吗 没有 那今天有发出朝野市场通知吗 也没有 那到底院长跑去哪里 下午四点半 AIT的出场孙夏娃到立法院的时候 孙夏娃出场 来来来我们在立法院 大家照个相 照完之后记者都会 对这个画面 记者问说 那这样请问院长 我们还要朝野协商吗 没有办法朝野协商 那不然就下个礼拜一 19号再来举办朝野协商 所以宝哲哥 第一个我们讲现实状况面 富坤奇的期待 明天陈建言到立法院报告 这件事情泡汤了 因为不可能 因为今天礼拜五 没有开这个会 没有要求立法院的新闻 你如果大院要请行政院长来 你要发文 没有 第二个 他虽然软中但印 印中也有软 如果我们下礼拜一再来协商 可是下礼拜一协商是 管回一个面子 你打了一个耳光以后 你要给呼呼上药嘛 所以我可以协商 下礼拜一协商 可是宝哲哥 下礼拜二就要开议了 下礼拜一早上协商 他也是下礼拜二开议 对不对 所以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韩国瑜 他用昨天晚上外传 今天要协商 可是他一直没有回应 一直消失到今天下午 四点半出来 我立法院院长 我去哪里 我有其他公务 孙小雅来了 我当然回到立法院 但我没有召开协商 中央之下的时候 很简单 把这个软中带印 但是印里也有软 他也给傅昆琦一个台阶下 之后他要告诉傅昆琦 跟告诉朱立伦一件事情 立法院现在我当家 我才是立法院的院长 你国民党的五十几个立委 我们要开立事会 立事会上个字 我刚讲的已经错了 然后你居然 这个事情证明说 傅昆琦显然没有跟韩国瑜 讨论过 所以他直接就喊冲 我们要礼拜六 让陈建人来报告 没想到不是柯建民 阻止了这件事情 是韩国瑜用巧妙的消失 二四小时 让这事情没有发生 也顾及了傅昆琦的颜面 我们下礼拜一再协调 然后也维持了原本第一次 我当立法院长韩国瑜的 所做的超级相的结果 我就是讲二十二十二要开议 你们为什么要翻盘 而且不来跟我协调呢 既然不来跟我协调 你们就没得完 这个事情不会发生 可是我也顾及你的颜面 那宝哲哥你要知道 当韩国瑜做出这一些 手腕的时候 才突然发现说 他跟过去王金平 跟柯建民的那种人设 跟他们的人格特色都不一样 柯建民比较硬 直冲跟你对干了 大家可以玉石俱焚 我不会退缩 王金平比较软 但是韩国瑜是软中弹硬 还有点油 让你抓不住他 付不起这次 可以说是栽了一个跟斗 所以会在 刚刚讲到的 这次立法院要不要开临时会 今天国民党党团 要不要找行政院长来报告 这个居然是他们的内部的斗争 居然是国民党 在比谁是老大 对 因为其实傅昆琦 这个消息一出之后 应该是这样讲 一开始上班那天 韩国瑜没有到 傅昆琦就直接率领着 他的重家子说 我们要加开临时会 要什么 马上被绿营打脸 他说你是不来不来 怎么可能加临时会 现在已经开业了 怎么会有只有在休会的时候 才有加开临时会的议题 所以当时他们就被绿营的取笑 那现在韩国瑜要怎么样去化解这个问题 大家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不对 明明立法院长也是你自己动的 你怎么没有事先咨询 没有咨询 没有事先咨询 第二件事情 傅昆琦搞了一个共事营 他说我们这一次的新的立委 国民党的立委很多 我们大家有共事营 你看地点在哪里 全部拉到花莲去入住芙蓉饭店 而且看起来好像是三天两夜 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 然后家眷立友安排 然后东大门夜市行李 有机香草市场的下午茶 太鲁阁山岳吊桥之旅 你看你觉得这是所谓的新的立委的一个共事营吗 不是吧 这看起来像对我来讲像什么 是花莲王邀请所有人来到我的地盘 跟大家开始门门开始 开始那个高饼印或者是拉帮结派 那有趣的来了 那明明立法院的头是韩国瑜 为什么你傅昆琦 哗巴当哒 把所有人拉到花莲 把你整个花莲王 搞共事营 对你不觉得很妙吗 所以现在就有人认为说 到底韩国瑜跟傅昆琦之间 是不是感觉之内有点明争暗动 那已经是总招啊 但是他一弄出来之后 反而被人家笑 被人家笑什么 原来你是草包啊 你连整个议事规则都没有搞清楚 你还来搞这些 第二件事情 其实大家也在质疑一件事情 这个所谓的瘦肉精 连卢秀燕自己都想翻页了 卢秀燕在过年的时候 就说这个东西什么 都已经要放下了 为什么现在他们突然之间 要以这个 然后要来请政院报告 你觉得行政院报告 相信这个议题先开来 你觉得他对卢秀燕是好还是不好 为什么傅昆琦这时候 要弄一个这个东西 大家看起来感觉 你在搞卢秀燕 所以有人认为 是不是有人不希望 2028年是卢秀燕出来 那傅昆琦会不会 帮他的好朋友朱立伦 在世间搞这件事情 不知道 但是很多人认为 整件事情看起来 国民党自己 私底下的一些风波 看起来还在这边搅滚当中 对的 大家韩国瑜 下一条新闻是 现在的声量之王 柯文哲已经大幅的下滑了 我告诉你 柯文哲在过年期间 在网路上面的声量一落千丈 为什么呢 单单韩国瑜重新跃升为第一名 就是柯文哲的八倍之多 第二名就是黄国昌 现在在网路的声量 第一名是韩国瑜 第二名是黄国昌 结果韩国瑜是柯文哲的八倍 柯文哲只剩下七%不到 你就知道 那么你要知道 那对这个等于说 黄国昌跟柯文哲 会产生什么影响 柯文哲前几天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说他不在乎网路流量 因为在乎的话 他就当网红就好 你柯文哲不就是个网红吗 你所讲的一切 不就都是网红做的事情吗 柯文哲现在 那么打算一个礼拜 两次跟他的民进党 民众党的党团要开会 然后警戒而来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希望不要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把战狼小姐姐 陈志涵派去 当党团的主任 希望不是真的 因为柯文哲已经连续讲了 好几次说 民进党跟国民党 都有政策会 有执行党负责沟通 我为什么说希望不是真的 因为媒体今天的报导是 柯文哲可能要 自己由党主席 来兼政策会执行长 我告诉各位 如果这样的话 有一个人就招了 谁 网易传就招了 为什么 因为网易传就是 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 柯文哲跟他平平平坐 柯文哲现在最担心一件事 是什么 他的网路声量 因为他是靠网路声量存活的 寄生鱼和生哲 既然五年前 2018年 韩国瑜把这个本来 网路独占 凹头的柯文哲压下去 然后呢 没想到好不容易 韩国瑜被罢免以后 换柯文哲 终于又重新登着 网路声量的霸主 五年以后 韩国瑜又重新上来了 我告诉各位 韩国瑜今天用一个软钉子 直接打那个耳光给 付昆吉 对不对 打回去 结果不分蓝绿 大家对韩国瑜都是赞扬的 所以呢 韩国瑜现在只要不要闹笑话 认真的当他的这个立法院院长 而且他夺权回来的话 他绝对不会是当一个空壳的 只会组织会议的立法院的院长 各位 韩国瑜在告诉 包括国民党跟付昆吉 国民党的这个五十几只小鸡 跟付昆吉一件事 我才是立法院的老大 我说了才算数 韩国瑜四年后 卷土重来选总统 未必不可行啊 各位 真的现在网络声量上面 柯文哲急速下滑 反而低比是韩国瑜了 这个东西偏不了人 网络上都有调查 大概七八倍 就韩国瑜 七八倍 对因为跟韩国瑜 他当选立法院长有关嘛 因为立法院长 大家讨论什么事 跟立法院长会相关 可是问题是 在一来一往以后 就发生一个问题了 因为柯文哲显然 他 当然这黄国瑜有讲说 是我邀请他的 他说未来 礼拜二礼拜五 不是开院会吗 只要礼拜二礼拜五的 七点半 柯文哲都会去党团 跟党团一起开会 那你一个党的党主席 每个礼拜固定两次 一个月去四次 哪一个党的党主席 会在立法院 国会自主嘛 那民众党内部有人讲说 不我们不一样 因为我们没有区域立委 我们通通是部分区 所以都是贵柯文哲管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表示这八席的 民众党的立法委员 通通都是带着保姆 在立法院开会 而这个保姆 以前本来是应该认为 总召是黄国昌 那把这个你想要黄国昌 最近刚刚那个 瑞德哥有讲 他的声量冲上来 可是黄国昌 他当总召 他在开会 跟另外七个立委 开完会的时候 每次讲什么事情 好那我们今天礼拜二 我们今天要推什么法案 大家有没有意见 大家说好 我们同意的时候 突然等一下 主席您的看法怎么样 好 主席要下来 我们下个议案 主席可以 从头到尾 柯文哲就在那个党团里面 他就在那边控制党团就好了 而且他把智涵派去 民众党党团当主任 那就算柯文哲不在 他是实时回报给柯文哲 所以其实柯文哲 他是兼军 但问题是 柯文哲他当然就是希望 自己能够有办法 能够掌控立法院 而且舞台就在立法院嘛 不然记者会跑去 民众党的那个中央去 去采访吗 所以其实柯文哲 他现在就变成是 重点在这里 他不想要抛掉 立法院那个美光灯 可是他没有身份 你今天是党主席 那不然你以前就 当时讲说 不然你就不要选总统 排部分去第一名 进立法院嘛 所以这是柯文哲 现在目前声量上面来讲的话 他可能必须找掉一条路 所以董事长 现在柯文哲来讲 他心里面 很不是滋味吗 日本的政治人物讲 就是眼前五公分 一片黑暗 对 柯文哲未来 他的未来就是四年候选总统 目前跟四年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现在谈什么 四年后2028都维持上早 所以柯文哲很务实 他重视他今天的声量 这是对的 而且他真的是立志当网红 这也是对的 立志当网红 他如果他不维持声量 他不当网红 他怎么撑四年呢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要谈一谈 社会客有讲结构 结构很简单 巴席 这是个没有用的巴席 你去做一个没有用的党团的主席 也是巴席 你不会变巴十级 这个巴席不会 这个数量 不会因为柯文哲的努力 而改变成巴十级 他唯一的一次操作巴十级的机会 就是院长副院长选举这一次 这一次过了 所有的一切都回归到基本面 基本面就是数量的对比 数量的对比的情况之下 柯文哲现在不断地去炒作 或是希望要能够再挤上 这个舞台的情况 只是让他这个巴席的 这个基本面 表现得越来越现实 那现实的结果 就变成一无所有 最后一场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